14号行政院长赖清德前往新北市更新医院 视察新北市长照2.0服务成果 新北市卫生局长林秦宏指出 从106年10月开始 更新医院承接新店地区长照2.0计划 将即兴医疗与出院后的长期照顾结合在一起 透过居家照顾连接机构或是社区长照站 投入能力与资源把医疗资源走进社区 达到联系式长照服务 赖清德指出 106年新盛额人数少于20万 台湾人口严重老化 因此老人医疗照顾服务已成为社会未来重要课题 赖清德期盼透过更新医院成功范例 让其他医院跟进 也提到会跟卫福部沟通 让经费提早合拨 让长照计划的推动更顺利 我只是希望 就是更新医院 这么样的用心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基础 也可以作为其他医院 或是其他城市学习的榜样 至于刚马院长所要求的 这个预算要提早合拨 真的已经是卫福部的政策了 除了听取更新医院长照计划相关报告 赖清德也前往更长照据点展示区 了解各据点特色 及各地区的长照医疗需求 远之新闻 虎顺 乌溜 新北新店采访报导